而另外一对夫妻呢问题可就大了 造成杀人案了 高雄市一月份的时候发生了 你可能还记得啊 乐器行命案 乐器行老板的太太 疑似找了她的自己的 在外面的小王男友呢 密谋杀害亲夫 根据检警调查发现 当时太太先下药 把先生给迷婚了 然后跟着男友一起把他拖到浴室 当时呢这个先生也就是死者 一度醒过来 哀求不要杀他 结果还是被毒打 打到溺斃以后来 那么检方发现呢 死者跟太太经常吵架 疑似太太跟他的男朋友诉苦了 发展了不伦恋情 才会密谋杀人 检方侦查之后 依照杀人罪嫌将两个人起诉 今年一月份乐器行老板陈诗律师 被发现是全身赤裸 而设有众贤的就是他的太太 杨新夫人走出乐器行 戴着口罩还遮住脸 似乎表情哀伤 不过检警调查 他涉嫌伙同婚外情男友 狠心杀害丈夫 情况是怎样 当时情况是怎样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你说什么 你没有 杨新人期被约谈时 公词反复 检方寻线逮捕 这名许姓嫌犯 他一度谎称 死者欠他60万元 还扯出要开party抵债 监禁调查发现 原来当时是由杨新夫人 先把FM2加入饮料 移婚丈夫 接着伙同许姓男友 将死者拖到浴室 过程中 死者一度清醒过来 哀求放过他 没想到嫌犯殴打 死者头部 后将他溺毙 他对外都不声称 他是他老婆 可是杨老师却自己 说他们夫妻感觉好 那个我就不知道 长朝啊 感觉本来就非常不好 为什么会感情好 明案发生后 邻居透露 死者跟太太感情不好 经常传出吵架声音 左邻右舍都知情 加上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案发当晚徐姓嫌犯 先戴假发穿女装 再换装走进乐器行 离开后又是不同装扮 前后换装三次 涉嫌重大 就让死者太太 还曾上网搜寻 有关溺血 FM2 以及死亡证明书的资料 还用丈夫手机 发简讯给员工 怀疑早就密谋杀夫 根据检体调查 徐姓凶贤 在一场party认识死者夫妻 夫妻感情不好 杨夕妇人经常找他诉苦 发展出不得恋情 最后才会密谋杀害 检方侦查终结 依杀人最先将杨夕妇人 跟徐姓嫌犯来起诉 借王家清光莫 若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